例如他需不需要校区 是不是真的校区是这间学校 很重要 我们常常放一些subject to finance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借钱 你要借多少钱 你要借多少利率的钱 多少年都可以写在里面 所以很specific 很均真的 我就是必须要靠你们去说 如果我们不端端退到这两个 你鬼知道他有个人 所以就是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我们三个小心网络家的场合 通常都是男性的 是的 还有今天发不发觉 我们旁边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 谢谢 我们先介绍一下 其实在我们身边这位是Kitty Kitty是在温哥华这边的 所谓是broker的professional 我是一个地产经纪 地产经纪 地产经纪 加上金牌 不要这么说 在大温地区服务了 都有一个年头 十几年了 也很有经验 在这个行内来说 在行内 对 你也很出色 不是不是不是 不过是有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去介绍 我来自香港 我1992年的时候 就来了香港 来了温哥华 一直住住住住住住到现在 想他回去 但是发觉 小朋友都不适应的了 所以就决定在这里生根了 很开心很感恩 也可以有一份 realtor的工作 相当好 因为我们之前跟 Jo的节目都说过 其实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想知道这里的地产市道 我们也很宏幸 Kitty也抽了一些时间 跟他们讲一讲解 譬如今天不如我们试试说一下 买楼的程序 好 因为很多朋友 来到这里可能先租乳楼 然后再买 其实程序也不太清楚 好 这里买楼 我就讲那些二手楼 我不讲楼花 楼花有另外一个程序 如果二手楼 通常有些客人 如果要买楼 通常他们会托一个经纪帮他 这里买楼和买楼 双方都有经纪人 很多人问我 他说如果委托你和我买楼 我需要给多少钱 人工你 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这个盘是挂在MLS 那里 我们是会有一份人工的 因为当你挂在那个MLS那里的时候 那个挂盘的经纪 Listing Agent 他就会和那个卖主 Sallard 签了一份卖 挂盘的合同 那份挂盘的合同里面 也是说明我会收多少钱 他会收多少钱的佣金 而那份佣金里面 也是说得很清楚 多少钱是属于卖方经纪 多少钱是属于卖方经纪 所以是很清楚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们的人客 是要买一间屋 去委托一个经纪帮他买 而是那个盘是在MLS的市场上的 所以你们是不需要负任何的经纪 就是买汤 买 是的 买不需要 而且那个买的经纪 收了多少钱 都要向你报导 是透明的 所以当你委托了一个经纪 去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按照你们的需要 例如你需不需要小孩子读书 或者家里有没有老人家 或者你们的文化 喜欢靠近哪些地方的文化 比如说我喜欢中国人多些 或者我喜欢小孩子读书 有名校区 我们都会按照你们的需要 你们的budget 和你们去设定你们的需要 总括来说 在温哥华大温地区 他的房子的种类 我们大体来说 我们分三类 就是Single family house 就是那些独立屋 或者是condo 就是那些apartment 就是公寓 有石屎 有木造 高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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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石屎 就是concrete 或者是town house 铁链牌屋 主要是这三类 当然还有 譬如有些duplex 有些妈妈屋 那些就另说了 当人客设定了他的budget 那个预算 我们就去找 按照他的需要 首先就试一下他的 是否正确 知道了之后 找到那间屋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事了 那我们首先就是 帮他下一个offer 下offer之前 当然我们是会做了所有的 就是找到搜索 例如说他 他需不需要一个校区 是不是真的那个校区 是这间学校 很重要 或者如果他买 single family house的时候 去看看那块地 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觉得有些 他要注意的地方 又或者买共管式 strata management的屋 他要 可不可以养宠物 可不可以有年龄的限制 这方面我们都要去理解 所以我们这些 就是 usually 在港价之前 下offer之前 都略知的 都会知道一点 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 你才在港价里 就容易去搞的 你就下了offer之后 这个offer 可以是一个 未曾确认的contract 未曾确认的合同 这个合同 我们 usually是会用大温地产局 给我们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就是很标准的 里面是有定名了交楼的日期 还有银码最重要 还有一些条款 这个格式还格式 但是当然我们会再放一些subjects 放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 一般我们就会放subject to finance 我们会需要借钱 如果借不到钱 是可以 可以 我们叫remove subject 可以你就可以走人了 当然这个offer 要双方同意才有效 通常我们这个contract 我们放7-10天的时间 给这个buyer 给这个买家 去做要做的事 usually我们会放一些subject to finance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借钱 你要借多少钱 你要借多少利率的钱 多少年都可以写在里面 所以很specific 很均真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subject to inspection usually 就是我们要验楼 还有就是 我们要subject to 验楼 还有subject to title search 这些title search 叫做产权证 产权证里面 有什么可以看到 尤其是我们在single house 我们看到这块地的资料 譬如这块地里面 有没有一些 easman 或者right away 那些资料 我们在上面看到 甚至乎我们看到 业主有没有被人下charge 下了一些link 我们可以知道 还有这块地有什么covenant 我们会跟客人 去拿这份title search 还有有一份叫property disclosure statement 我们中文翻作 就叫表白书 当你买楼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要买的seller 去填这张大温地产局 切出来的一个文卷 这张文卷里面的内容 非常之道题 就譬如问他这间屋 有没有漏过水 有没有中过大麻 这些相关的问题 如果业主在里面住 通常他都会回答 如果你不回答 别人就会觉得 有点古怪了 或者他也不可以乱写 也不可以乱写 其实是保障买家的 如果买家接到这份东西 不明白 我可以问那个seller 如果我明白的话 我要签在上面 双方签上 以这份property disclosure statement 就会being part of the contract 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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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是合同的一部分 明白 保障相当好 保障是相当好的 所以其实这些文件 如果买一些 Strata management 共管式的物业 我们都会担忧 比如说 会不会很快就要夹钱给费用 我们都要保障客户 通常我们会 如果买一些Strata management的楼 我们会拿两年的会议记录 以及入文件 比如它有没有那些工程报告 depreciation report 或者是两年的开会的会议记录 我们除了把关每个月的 例会的minutes之外 AGM很重要 通常你重要的东西 就会在AGM 提出这些问题 就可以看到 也看到一张叫Form B 这张Form B 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单位 一些状态 是很新鲜的了 这些文件我们都要掌握 掌握了之后 我会跟协助的人客一起去看 当然最主要的人客是要自己去看 还有人客也是有移民的时候 都会问Sala 如果再有移民 关于法律或税务上的东西 我都会写在contract上 是subject to legal 和其他professional的一些意见 他有权拿着这些所有的文件 甚至乎这张contract 可以跟律师去询问 如果买一些很旧的楼 那些叫OT house 只要将来可以有推倒 重新再建的那些楼 我们都要去查油缸的记录 在地下里面有油缸 这方面也很重要 我们也会提供客人去做 那就是必须要靠你们去说 如果我们不端端 所以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不会用一个经纪 我买一个经纪 我可以写一份那么专业的contract 我又可以跟他批评 在写完这份合同之后 如果大家选择了之后 那就是有没有一个accepted offer 如果大家 这个游戏可以说是 好像一个打球的游戏 这一版是轮到seller 这一版是轮到buyer 看哪一版是哪个compromise 就最后了 如果他接受了 那是否应该双方都要有律师去找 是否通常会怎样 在这个阶段 就未至于说一定要找个律师 但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找个律师帮忙 加多个费用 但如果不经律师做 可以不可以的呢 其实整个程度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未找律师的 那你只是成交的时候要找律师 就是成交点都要有律师 是一定要找律师 或者是公正人 或者公正人 notary都可以 早点找律师 看一看 然后anyway都要找 没错 所以这些方面很重要 那就是验楼 我们通常都会叫客人 找回一些资深的验楼师 验完楼之后 如果是全新屋 就最好了 我写了一些东西 那你要怎么跟我跟回去 那如果买一些比较旧的屋 那有时候大家都要compromise 比如说我的计划 跟我说 我的价钱给你已经很便宜了 你不要再期望我和你减价 或者和你做任何的修理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看看值不值了 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价值了 验完楼之后 如果你觉得还可以拆多两板的 和敏文来给我弄吧 你弄不弄啊 那如果他肯弄的 那大家都很开心 买楼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搞定了 然后银行又批了贷款 那银行就会派个评估员 去做评估的 那一般来说都会派个appraisal 去做appraisal的 那做完appraisal之后呢 那又批了出来 那文件又看完了 那楼又验完了 那你买不买 那你没有问题就买了 那买就要给个订金 usually就给5%的订金 那就压了 这笔钱很安全的 就放在buyer usually放在buyer的brokeage 那间公司那里 那公司就会帮他继续 直到他成交之前 就会转到他的律师楼 假设是Kitty 你帮人去做买这个动作 即是说不钱会放在 放在我的brokeage 是的 那个intrust account 记住 听住了 不是他们本身的自己 不是他们本身的自己 是intrust account 就是separate的 是的 譬如我们公司就写着intrust 就是反押我们公司的intrust account 就不是我们公司的一般的 日常运作的 account 所以非常安全的 这个地产局就保障得我们 相当清楚 那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叫firm了 这个deal firm了 那就等成交了 OK 那有时呢 去成交之前 有几天等成交 一般如果交急的情况 就usually 就是很常见的 就是一月至两个月 是正常的 OK 你看看全部的过程里面 很保障到双方的 是吧 因为双方都有自己的经纪去做事 亦都不会说是 就是有点 就是市场的信息 亦都是得到最up day 我想问 如果是separate 通常那个佣金的市场 有没有一个市场的 有 通常我们用开的 就是在大湾的地方 我们就会 通常都是这样收的 就第一个10万 就是7个percent 然后以后那些是2.5个percent 这样收的 那怎么分发呢 一般就是 stallard的agent listing agents大概占55% buyer agents大概45% 这个是差不多的比例 香港也都比香港的朋友 香港朋友很简单 他们通常是买都要给 买都要给 对了 预了要给 是买都要给 买都要给 就是separate 就不算buyer 没错 都相当清楚 而且这里的交易 你看到是非常透明的 是 就是我是代表过 譬如说 我是代表过buyer 我就会跟你签一个 大家之间的关系书 就是说我是代表你 我才可以帮你去 说这个contract 明白 是 OK 我想 Joe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对我来说好 因为其实我现在都喜欢楼 我只是想着你是对 对不对 其实都清晰了很多 是的 没错 因为最主要 我想以香港人的概念 就是尤其是他们来到这里 可能始终都不是很知道 那个程序是怎么样 没错 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 比如说我们这一集 非常好 KTV可以很清楚解释给我们听 嗯 那变成我们香港的听众 观众 就变成 变成他们来看那时的concept 他有一个concept在这里 就是安心无多 没错 还有之前也可以做一些充分的准备 比如说你自己把自己的目标 设定在这里 比如你真的要借钱的 把钱汇了过来你的银行 先放在这里 因为某些银行 他需要那个人客 放了些钱在这里 就压了有些是一个月 两个月 才可以做这个交易 所以变成说 如果有心买楼的 就除了做资料搜集之外 在资金上面 也都尽快就找了你们的银行 做了个预批 pre-approval 知道你自己可以买多少钱的楼 而买多少钱的楼 你也都放多少钱的 现在放在银行里 sit in the bank 就会水到渠成 明白 今天非常多谢Kitty 别客气 很开心 大家可以分享我自己的讯息 如果大家有兴趣 不妨和你们自己的经纪朋友 去探讨一下 详细地了解一下 买楼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过程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朋友 想资一个新朋友 Kitty可以帮我 真的愿意 好愿意 好多谢你们 谢谢 记得未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记得subscribe 给我们个赞好吗 下次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